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打算跟大家講一個很敏感的話題 就是戴綠帽啦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留意 有一個救護員在網上自爆給他老婆 把綠帽由頭套到腳 甚至他老婆的全家人都和他一起隱瞞他老婆 外面是有第二個男人的事實 在產房的時候 甚至乎老婆是說 哪個男人到先 哪個就是小孩子的爸爸 這件事一出 當然所有網民 全香港的市民 都是非常替這個綠帽男是不值 而且都覺得他老婆很可恥 那個姦夫很可恥 全城一起圍剿這個女人和那個姦夫 綠帽男一定都是覺得很憤怒 很傷心 所以才會想去公開公審這個姦夫和淫婦 我們現在的論調就是會覺得 排舞背叛人就是不對的行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有些人是喜歡戴綠帽的呢 其實這個世界是真的有人是會喜歡戴綠帽的 亦都即是說 喜歡伴侶或者外人去和其他人去發生一些親密關係 這類人有一個的簡稱叫做綠奴 或者是綠帽癖的 一般人知道自己的伴侶背叛了自己 跟其他人去親密的時候 應該都會好像綠帽男救護員 很憤怒 很想公審他 或者很不開心 會自己躲起來哭 但他們反而是會很開心 很著弱 很興奮 不知道有這種性癖好的人 其實腦子是想什麼的呢 有什麼原因會導致有這些綠奴出現呢 我這個影片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首先我就講一下那些綠奴究竟是想怎樣的 其實綠奴都有分很多程度 小智他只是想暴露自己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給人看 中間的可能是幻想一個3P的情節 想去的女朋友和其他人發生親密關係 有些嚴重一些的 甚至是想女朋友和很多人發生親密關係 甚至是因此懷孕 而他甚至是要幫忙養那個女朋友和其他人所生的BB 他才會感到性興奮 感到是開心滿足 那究竟這個心態是怎樣來的呢 為什麼一般人被人派帽是會覺得憤怒、沮喪、不開心 我也會 但是為什麼他們被人派帽 他們是會感到開心滿足 甚至是有這個性興奮、性滿足的呢 第一個說法 就是可能他們覺得自己的伴侶 是很正啊 身材很好啊 很漂亮啊 也都很淫蕩這樣 他就覺得 我真的很想其他人都知道我的伴侶多麼正 多麼淫蕩 然後呢 就去崇拜回她 去妒忌回她 來滿足她的虛榮心 滿足她的面子 這件事都好似makes sense的 如果想別人去應叻啊 想自己應叻啊 想別人去崇拜她 那也都有第二個說法 就是跟這個第一個說法呢 是剛好相反 反而呢 是有一些受弱的傾向 想別人去侮辱她 即他們呢 就覺得呢 其實女朋友 如果跟別人發生關係呢 其實都是一件幾羞恥 幾無面的事來的 但他們反而就是享受這一種羞恥 享受這一種的無面 所以呢 就會希望 女朋友跟其他人發生關係 就等自己呢 受弱的傾向呢 是得到滿足的 Oh yeah 第三種的說法呢 就是說這些人呢 是對他們自己的性能力 或者自己的身體呢 是感到很自卑 或者很無安全感 所以呢 就覺得自己呢 會滿足不到她的伴侶 就希望呢 透過 給其他人去滿足她的伴侶 容許這些關係的存在 來令到伴侶可以繼續留在她的身邊 不會因為說她自己性能力的不足呢 而伴侶呢 就離開她 第四種的說法啦 就是說呢 有一些的綠奴呢 其實從小到大 都是一些女性比較強勢的家庭去成長啦 久而久之呢 他們就對女性 是發展出一種很尊敬的心態啦 就對自己的女朋友呢 都覺得 唉我不可以沾污她的 那可能由其他更好的人去得到她 我是沒有資格呢 去得到她 所以就會想其他人呢 跟她去發生性關係 自己呢 就要遠離她 不要沾污她 這樣的心態 那呢 也都有些觀點是說 唉 其實分析這麼多做什麼呀 都沒有玩什麼特別原因的 他們呢 都是玩一下 尋求刺激呀 尋開心這樣 不用那麼多背景有童年 什麼那些的 那我自己怎麼看這些性癖好呢 我就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你只要雙方或者這麼多個Party 你都是有同意去玩這件事 都是大家開開心心 沒有人是被迫的時候呢 那你關門做些什麼就不關我事啦 那派武這件事是對是錯呢 我覺得都好看回本身這兩個人的關係是怎樣的 我就覺得關係這件事呢 就好像一個合約那樣 那雙方呢都會定名一些自己的界線 或者對對方一些的期望 那一般人都可能會覺得他們的關係呢 是一對一的 沒有第三者的 那大家就談好了 只是有彼此啦 那如果有第三個人介入的時候 那當然是不對啦 那所以我也不會支持那個救護員那個老婆 ex老婆的行為啦 那但是同時也有些人呢 在那個關係裡面 是容許自己的伴侶是有第三者的 甚至不是容許那麼簡單 是期望 希望 渴望自己的伴侶呢 是跟其他人發生關係 那這些呢 所以我就覺得 他們兩個的事啦 他們三個的事 他們四個的事啦 那我就no judge的 題外話啦 其實呢 有綠母癖的人呢 都不少的 如果大家去一些色情網站搜尋一下 其實都很容易會看到 一些綠母癖的AV啦 例如是老婆貝夫偷吃啊 一路跟第二個男人發生關係呢 就一路打電話給自己的老公啦 都證明呢 其實都有一大堆的人呢 是有這個性癖好的 第二個題外話就是 我有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呢 那個男朋友呢 就經常很想他跟其他男性發生關係啦 經常求他啦 求他啦 但我一個朋友一個朋友一個朋友 就不太想這樣啦 所以呢 他們都覺得很困擾的 最後最後最後啦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的影片呢 請記得 like啦 subscribe啦 還有follow我IG follow我Facebook follow我Patreon 如果大家不喜歡看呢 都記得follow我IG follow我Patreon follow我Facebook 還有呢 spread給一些珠粉的 我都是不喜歡我的那些人去看 等他們呢 督眼督鼻死都要見到我 好嗎 麻煩大家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